我们怎样在节奏中创造声音,一个满宫的长音也可以被数? 为了数得好,我把公干分为几部分,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,但是对明白节奏实质和划分实质,也就是说一些公干上的节奏实质非常有用。 因此,在拉长音的时候,我把公干分为一,二,三,四部分,也就是说相当于四四拍,每一个长音用整个公。 现在我们试着在白线标记处不让公在每拍停下,而使公子拉出的音,每拍质量一样。 也就是说每四分之一拍。 我们尝试用同样的演奏,但是每拍在白线标记那里停顿一次,也就是说每四分之一。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 这个音原本是长音,但是用公子不同的部分演奏的,它被分成了每部分四分之一个音。 。